大家每天都要吃早餐 但是大家也不願付出太多時間 我們今天從實際角度出發 教大家做一個早餐 10分鐘就能做出一道早餐 先做第一個 雞蛋麵 我們在鍋裡倒點油 這裡有兩個打散的雞蛋 我們稍微加點茫茫鹽 今天早上吃兩個雞蛋不未過 你放一個也可以 但是兩個我覺得就夠了 好 燒熱過 下入我們的雞蛋 油熱過快速的鍋裡給它炒散 下入我們的榨菜 好 來點清水 清水的這個碗也不要浪費 有蛋液的碗我們給它涮一涮 好 兩碗清水 燒開 燒開以後呢 就下入我們的掛麵 掛麵是比較好儲存的 在家裡面可以備點掛麵 一個人這裡就差不多就是 一兩那個份量 可以了 我們放一點就夠了 掛麵呢 因為它煮熟之後 它就變成了二兩 你放的時候就放一兩就夠了 因為它是乾的 開小火慢慢給它煮熟 這時候開始調味 來點蠔油 還有來點生抽 空下我再煮個一分鐘 好 掛麵熟得比較快 這個時候差不多了 我們來點芝麻香油 出鍋前 撒點蔥花 這個麵就熟了 十分鐘是不是能做出來 來 出鍋 第二道做一個蔬菜雞蛋餅 這邊找個平底鍋 先燒上水 鍋裡來點水先燒上 你可以切絲也可以找個機器 這個機器比較方便一些 比如像我們切個土豆絲 把它放進去 我給它轉 轉幾下就可以快速的出來 接著我們刨一下胡蘿蔔絲 第三個刨一下胡蘿蔔絲 我用起來有點別扭 但是它可以給我時間上去 鍋裡給點鹽 把這個絲焯一下 好 一個一分鐘給它焯熟 接下來倒出來 用清水沖涼 順便給它清洗一下 好 水滴乾放這個盆中 打兩個雞蛋 來點黑胡椒檸檬海鹽 我們加入適量的麵粉 這個麵粉可以是中筋麵粉 可以是低筋麵粉 攪起來 不要是你加那麼多的粉 我們試著試著加 好 再來一點 好 給它看一下 這個程度就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找一個平底煎鍋 噴點油 和了之後馬上噴點油 開小火 直接用索直接就可以放進去 把它攤薄 攤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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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可以啊 先不要凍望 讓它小環切 重度的時候順著 然後給它稍微甩一甩 這樣的話 它煎得會比較均勻一些 瘦得更均勻 我這就是剪染 做得比較大 你在家裏面自己做的 可以做的一小塊一小塊的 可以啊 我這mented 方便 这个料如果你一天早上 其实你吃不完的话 可以放到第二天用了 不是说一次性要把它吃完 今天活的有点多 打个砧板把它改个刀 来 放上来 这样的话你吃的时候 再配上一杯牛奶 其实就是很OK了 来 第三道做一个蔬菜面叶 比较简单蔬菜有番茄 木耳和这个青菜 我现场切你看10分钟 木耳现场切成丝 青菜 这个是个饺子皮 大家都买得到吧 饺子皮比较简单 如果你买不到饺子皮 就买了馄饨皮都可以 好 一样我们来两个鸡蛋 一顿吃两个鸡蛋不过分 两个鸡蛋是可以的 一个可能有点少 我们加点盐 直接给它打散 开火 锅里倒点菜籽油 我们下入鸡蛋 好 快速的给它打散 把这个蛋炒黄 倒散炒黄之后 下入我们的番茄粒 把这个番茄的沙炒出来 就是炒到这种沙沙的感觉 番茄的果椒炒出来 这个碗还是要放点清水 给它涮一下 好 盖上盖子烧开 烧开以后下入木耳丝 蔬菜 再下入这个水饺皮 摊开 下的时候不要硬成鸡丢到里面 摊开 稍微来点生抽 一点蚝油 一大勺的盐 出锅前来点芝麻香油 撒上一点葱花 好 出锅 好 出锅 第四道做一个鲜虾饼 好 我们在锅里烧点水 烧开之后呢 焯一下这个鲜的玉米粒和胡萝卜粒 这个时间呢 我们把虾仁 稍微给它去干一下水分 这个是在超市买的虾仁 它是去开了备的虾仁 洗净之后呢 用厨房纸巾 把这个水稍微给它炸一炸 弄干一点 接着直接给它拍破 用刀子直接给它拍碎就好 然后再用刀子 拍完之后呢 我们用刀背稍微给它捶一下 这个不要捶得特别容易 不然它没有口感 如果你用这个刀子去 用刀刃去捶的话 很容易就融掉了 我们用刀背 捶几下 这个时候锅里的水也开了 来 我们下入玉米粒 胡萝卜给它炒熟 炒熟之后呢 我们给它倒出来 在这儿用凉水轻轻冲一下 把它冲凉 现在热的不好去拌 好 洗完之后呢 我们再用厨房纸巾 给它吸一吸 把多多水分给它吸一吸 直接放入虾肉中 来点黑胡椒 柠檬海盐 来3勺的土豆淀粉 好 炸起来 好 炸饼膜我们加点葱花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个虾饼 市场上有了一种成品的虾饼 它是一袋一袋的 当然你可以买到虾饼 可以 有时间你就做一做 自己做来它其实会更划算一些 换好之后在锅里喷点油 开小火 我们开小火 把它搓成一个圆形 好 这样像饼状一样放进去 其实里面玉米和这个胡萝卜是手 你只需要把虾煎熟就可以了 不要按得太厚 不要做得太厚 好 我们煎的时候先给它定型 简单给它甩一甩 这样的话煎的更均匀一些 一定要等到下面定型之后 我们再去甩它 不然的话它会全部粘在一起 别急 中小火慢慢去煎 好 接着用个铲子 慢慢来翻面 好 稍微粘在我们自己的装盘 第五的做一个早餐三明治 好 我们要做的精致一点 稍微把这边给它切一下 这个吐司 这不要浪费啊 可以边切边吃这个当零食都可以把它吃掉 不要丢掉啊 好 接下来我们煎个蛋 喷点油 我们煎个荷包蛋 煎蛋的同时 顺便再把午餐肉给煎一煎 片午餐肉给煎一煎 好 先把午餐肉喘出来 把蛋翻面一下 好 倒出来 接下来开始组装 你想精致一点就组装 如果不想精致一点直接就可以吃了 肚子里面组装也是一样的 来 我们开始来 精致一点还组装 好 先把午餐肉喘出来 好 第一层我先放上沙拉酱 好 第一层我先放上沙拉酱 好 第一层我先放上沙拉酱 来几个切碎的黄瓜片 来几个切碎的黄瓜片 可以来点肉松 放上一层吐司 来一片的芝士 再来一片吐司 放上鸡蛋 这时候可以稍微再来一点番茄酱 刀子简单给它抹一抹 再放两片的午餐肉 好 再放上一层吐司 好 这里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裹点蛋 接着我们打两个蛋 打散给我让这个面包吸收这个蛋也来 接下来锅里喷点油 我们再煎一下 好 把锅蛋液的三明治直接放到锅中 好 翻面 翻面 每一面都给它煎一煎 好 定型工们再翻面 好 上面都给它煎一煎 好了 来 好 改刀中间给它切开 最后的口馍虾仁面 虾仁改刀直接切成块儿 这个是超市开了备的虾仁面 拿回家之后清洗过后就可以用 然后装起来 口馍直接清洗过后切成片就可以了 配上两个鲜香菇 好 番茄 切成片 好 可以了 锅里倒点油 油 油了之后下入蒜米还有葱 加入虾仁 口馍 油 简单翻炒一下 放入番茄 好 这个口馍炒盐它在出水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点清水 好 加8碗清水盖上盖子烧开 烧开以后做个简单的调味 我们来少许的食盐 一点生抽 加点蚝油 接着下入面条 好 说过前我们少点葱花 可以了 好 掰掰 好 hi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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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火 平衡 面風 用手 先浸泡 好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道快速的早餐 其实这里面只有三病治差不多要复杂一点 三病治你可以做成一天管两天 其实时间算下也是十分钟就能做出来 当你不知道吃什么时候记住观众下我的频道